在山友去嘉明湖四天三夜的圆梦之旅中 嘉明湖三位的厨师阿宇说 有许多的年轻人来嘉明湖求婚 还有年长者来圆梦 大部分年轻人大部分是常来求婚的 就是去湖边求婚的 所以这个是蛮感动的 但是通常求婚的几率是一半一半 很多女生不会喜欢在山友围被求婚 因为她没有准备 然后她又没洗澡 头发又很乱 有点钥匙 然后在湖边突然男生跪下 她说我不要这样 我宁愿在山巷里给我一个干净的环境 然后还有个优美的餐厅 然后还有我的亲朋好友的现场 但是在这里我又臭又邋遢 对这种求婚我是不太建议 真的很感动 但是这个几率是一半一半 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老人家 我们很佩服的是老人家上来 有到70以上的能爬加迷糊的不多 那他们也是为了圆梦 他们上来之后像有一个老人家 一个阿嬷 下面都快要70多80了 哇 那他来五次了 然后第一次他自己爬 但是他的体能只能爬到上阳 这车腿二次三次四次 最后他第四次的时候是卡在上阳 卡在我们这里 专门湖山屋 只差这个要去湖边的路 但是贴族不好所以就做吧 那后面他也不会心 热的东西 我们有提供热水 刚好点汤 但是你的头巾还是要带起来 因为一旦高三反应的时候 你在吃任何止痛药都压不住 好不好 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在头痛的时候 你吃不下 你的药又不能压制的时候 唯一的方法 就是躺在厨师的怀里秀秀 啊你们知道你们厨师是谁吗 就是我啊 哈哈哈哈 如果你们头痛就吃厨师来不久了 哈哈哈哈 OKOK 谢谢 哎哎 哎 哎